来看丁丁辉是如何去选择 稍稍的有一点正角度 这个红球刚好就可以逼开中间的红球 送回来给交黑球 因为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十三位 他的对手斯嘉俊 现在的世界排名是第八位 第十三位 来说的力量稍大 角度还是不错 要容易进去退 41 看你稍微两次等于去退分球 退球之后啊 这个分数已经是出分了 看面还有67分 现在冰河已经是对签了 69分 好的 锁定了 这局的胜局啊 56 6 中单等于古代交黑球 这个盖法还是很难打 7 感觉到丁丁辉的这个技术 还是非常非常全面 尤其是发力啊 尤其是发力啊 这次比赛来看丁丁辉的 这个力量的掌控啊 他也会发一些有些球 需要大力的使用 嗯 掌控都非常好 那这个能力也并不是每一掉之类学生 所以说从技术这个环节啊 丁丁辉的比前几年要进步 更全面 对 当然可能有了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 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说技术进步了 还成绩反而成绩 因为其实这个职业球材人 任何一个职业选手 他们要是不断的练习和比赛 都是会有进步的 说不一方面 当然呢这个 我们只是说单从技术方面来说 我们干算的掌控还有这个力量的功能 这个力量化别扩大 这都属于技术环节 但是丁丁辉确实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这个失误率啊还是比 比职业赛的话 失误率要比前几年要多一些 84 还是有望破百啊 86 刚刚我所说这个失误率 这个失误率 这个失误率就是进球的失误率 如果你在 可能可以回想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 两三个赛季以前 有丁丁辉的这个 中远的这个中台以内的球 很少失误啊 嗯 基本上看不到失误 但是后期呢 感觉他在这个 一些简单球的处理上面啊 有的时候会出现进球上面的失误 这实际上是比较 对于定理会来说 还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对 那在技术进步的同时呢 必须还要保证这个成功率 把进球的成功率 才可以让自己的成功率 不能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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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